10年70亿两架 这大概是人类造过的最贵的飞行器了 不,要自信一点 平均下来35亿美元一架 它就是史上最贵嘛 它们是RIH-66克曼奇 美国陆军魂牵梦扰了很多年的 隐形直升机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苏联仍然是美国最强大的假想敌 尽管不到10年以后 这个敌人就会倒下 但那个时候有谁会知道呢 所以抓紧时间造出更先进的武器 是个相当符合逻辑的策略嘛 美国陆军一门心思想的就是 拿什么来替换掉自己有点过失的直升机了 确切点讲是拿什么来替换 AH-1眼镜蛇和OH-58奇奥瓦 一架负责攻击 一架负责侦查 这个是当时普遍的战术了 先用侦查直升机来找到敌人的坦克重队 然后再派出攻击直升机去实施攻击 替换AH-1眼镜蛇的AH-64阿帕奇 他们已经找到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要找到能够替换齐奥瓦 跟AH-7一起打配合的 侦查型直升机了嘛 不过这个时候呢 情况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一样东西它的出现啊 极大的就刺激到了陆军了 它就是空军的隐形战斗机F-117了 陆军一看 呦吼隐形 这可是个好玩意儿啊 你空军能用 咱陆军怎么就不能用了呢 于是他们就要求 咱这下一代的侦查型直升机 也要是能够隐形的 而且既然都能隐形了 那干脆攻击的属性 也要给它加上呗 要既能侦查又能攻击 最好这两样 还是能够在同一时间 完成的才好呢 这就是科曼奇诞生的前提了 本质上 它还是一架偏重侦查的直升机 但是啊 在找到目标 报告方位 等待更多阿帕奇 加入战斗之前 它仍然可以优先选择 自己想要动手的目标 成为一个所有人 都梦寐以求的黄金队友嘛 当然可想而知啊 你要想让一架直升机隐身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所以一个团队hold不住 那就两个团队合在一起开发呗 波音和希克斯基 就这么绑在一起了 在收到陆军开出来的 第一张28亿美元的支票之后呢 科曼奇的单身之路 正式开启了 咱们先来说好的啊 有了固定隐身平台 F117的经验与教训 波音希克斯基团队呢 在把科曼奇的机身 做成隐身上面 倒是走了不少的捷径啊 首先他们知道要利用那种 为烟疫营造出神秘视觉轮廓的 带有多变角度的雷达反射表面 同时他们还知道啊 这些表面本身呢 是由能够吸收雷达波的复合材料 制作而成的 以进一步减少雷达反射截面 另外这架隐形直升机的排气方式 还别出心裁啊 是通过其被遮蔽的尾部来进行的 连红外特征也给隐藏的很好 综合起来 据说啊 其雷达截面只相当于 要被它取代的OH-58奇奥瓦的250分之一 而红外特征呢 也只是后者的25% 就使得它既难在雷达上被发现 也很难被那些利用红外引导的 寻热导弹所击中了 这个升级看起来真不是一点点啊 好 机身隐形了 那旋翼呢 都知道内玩 就是一个巨大的噪音制造机嘛 你如何才能够让它 既保持高速旋转提供良好的声力 同时又要避免夜间 在滑破音速之后产生音爆呢 这中间的确是很难拿捏啊 波音希克斯基的解决方案就是 用一种向下倾斜的特殊叶片造型 虽然飞进了还是能够听得到 但据说其旋御发出的声音 已经减少到了传统直升机的一半左右了 至少这就意味着 在它接近你之前呢 你所拥有的准备时间就变得更少了 最后为了实现侦察和防御目标 一整套的雷达预警系统 电子站系统 先进的数字桌仓系统 以及博条和照明弹欺骗系统 凯夫拉夫和石墨的防弹装甲 通通都给装上了科曼奇 让雷达发现不了它 导弹瞄准不了它 就连你仅剩下的重机箱 在对着它凸凸凸之后呢 也凸不穿它的装甲 相当好狠 可人家却可以对着你瘦瘦瘦啊 记住啊 科曼奇的本事呢 不仅仅只是隐身啊 它的火力也被隐藏其中 在打开机身两侧的弹药舱之后呢 6枚挂在支架上的地狱火导弹 就现出了圆形了 一门20毫米的XM301 三管加特林机炮 也适时的从机身里面就生了出来 这还只是它比较保守时的状态啊 要是已经取得了空中优势了 来换句话说就是啊 咱现在不用跟你玩躲猫猫来隐身了 就大大方方的挂着导弹来轰你 还可以外挂支架 再带上8枚对地的地狱火 或者16枚对空的毒刺 可谓是文武双全啊 好了 奇怪吧 这浑身上下全是优点 科曼奇怎么就从来没有服役过呢 因为它的缺点也很多嘛 下面 它们就都来了啊 首先是隐形外观造成的麻烦了啊 这种多棱角的造型呢 也许对雷达波的扩散和干扰非常友好 但是却对飞行的稳定性非常的不友好 F117为了克服它 用上了一套非常先进的飞行计算机 先进等于贵嘛 那贵就贵咯 能不能把F117的飞行计算机 直接扒下来用呢 哼 不行啊 直升机可不比固定 哦 说反了 是固定可比不上直升机难啊 直升机天然就是一个不容易稳定的玩意儿嘛 有太多的力需要去平衡了 在好不容易才实现现在的抚养偏航和滚转等操作之后呢 还要常常面对地面效应 窝环状态等等 既复杂又危险的情况 飞行计算机的设计啊 可要难得多啊 另外 雷达吸收图层的维护也是个噩梦啊 它几乎需要在每一个飞行架式之间重新涂装 因为地面上的灰尘 沙子和碎片呢 对它而言都是灭顶之灾啊 从后勤角度来看 拥有一架能够完成所有任务 并能迅速引行的直升机 所带来的好处 已经被项目成本和维护需求 统统给抵消掉了 空军现在是躲在背后偷着了啊 你陆军不是就是想要隐形吗 现在你知道了啊 昂贵精确零误差 不是开玩笑的吧 所以在花了10年时间 烧掉70亿美元 只造了两架原型机之后呢 科曼奇项目最终在2004年被彻底取消了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啊 所以看起来 科曼奇的失败是由昂贵的开发成本 和漫长的开发周期所导致的了 不全是 其实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给他的棺材板 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的是他 无人机 他飞得更高 看得更远 瞄得更准 在战场上游荡的时间更长 执行一次任务 就可以侦察比以前多得多的区域 既更难在空中被发现 还完全不会给飞行员带来风险 所以总结到最后呢 之所以科曼奇被取消 就是纯粹简单的 他不再被需要了 你猜到了吗